《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 《分身集会品》 第二 而是百千万亿 不可思不可疑 不可量不可说 无量阿生其世界所有地义处分身地藏菩萨 既来集在刀立天宫 以如来神通利固 各以荒面遗珠的解脱 从业道出者 依各有千万亿 纳由他数 共持相伐来供养佛 彼诸同来等辈 皆因地藏菩萨教化 永不退转于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我们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这个第一品已经讲完 那么现在开始是讲第二品 那么第二品的这个品名叫《分身集会品》 这个是很有意思 他这个经文的意义是讲 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各地方的这个地藏菩萨 全部都到了这个刀立天宫 我们看这个情形呢 就好像这个很奇怪的 这个地藏菩萨不是只有一个吗 怎么那么多个呢 这个就是分身 他分了很多的地方的地藏菩萨 那么用另外呢 还有这个 跟着地藏菩萨的很多的见属 我们这里可以讲是见属 因为他这边是讲说 跟地藏菩萨有关呢 由于地藏菩萨的教化 跟地藏菩萨有关的很多的 得到解脱的这些也来到道立天宫 那么他的树木也一样有千万亿纳犹他树 一起啊拿着这个香华来供养佛 这些来的呢 这个见属啊 都是因为地藏菩萨教化 永不退转于这个阿诺多罗三茂三菩提 这个是无上正等正觉 阿诺多罗三茂三菩提 意思就是正觉的意思 永远啊不退转于正觉 这个分身集会品啊很有意思的 有那么多的地藏菩萨 所有地义处分身地藏菩萨 通通来集会在道立天宫 另外还有无量阿森奇世界所有的地义 的分身的地藏菩萨 全部通通都来 以前啊我听我的师父讲这个分身的事情 这个很难去理解到分身 这个很难去理解到分身 大家这个脑海里面的很难去理解这个分身 一个一个人能够分很多人出来 这个都是大家觉得比较这个奇 好像人的心只有一个 他如何分很多的身 而且呢每一个身的动作都不一样 这一点大家稍微想一想看 以前我们知道这个祖师们呢 他们在临终啊在延吉的时候啊 他有时候会表演一下这个 秀一下他自己的这个神通 像那个达摩祖师好了 达摩祖师他这个秀他的神通是 啊人家给他埋葬了以后啊 他又在某一个地方又出现 那么给人家看到说 欸你不是达摩祖师吗 他说他是啊是达摩祖师 但是他回到那个看到他的人 回到达摩祖师的地方 告诉他的弟子 他说我在某一个地方看到达摩祖师 他说你这个讲的是神话 啊因为他早就过世了 我们给他埋葬了 你怎么可能在他埋葬以后又看到达摩祖师呢 啊这个是祖师显现神通 那么所有的弟子就去把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个棺木啊 给他打开 哇 这个里面剩下一只草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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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灌木一打开 没有人啊 人不在啊 只有一个草鞋在 这个我们 我们 啊 鞋过人知道是达摩祖师 用的是替身法跟土盾 哈哈哈哈 啊 替身法跟土盾 替身法就是用他的草鞋来代表他 用他的草鞋化为一个身 化为另一个达摩祖师给你埋葬 那么他的真身呢 进到灌木以后用土盾的方法借土盾就走了 这个历代的祖师啊经常有这种表现 啊 啊 那个 灌木一打开 里面没有 没有人 只剩下 只剩下一个拐杖 人 走了 就是土盾 走了 他用这个方法来 事急啊 表示他已经严急 但是事实上他是得正的高人 是不死的 那么他借着土盾 他就走了 然后又显现给所有的弟子看 这个还不算是分身啊 这个还不算是分身啊 以前的这个祖师们啊 在秀他的神通的时候啊 还有这样子 好像是说 很多弟子 很多弟子他分住各处 结果他来告诉所有的弟子 他说我明天啊 五十 我就要离开大家了 那么每一个弟子 这个祖师都到他们家去 这些弟子的家去告诉他们 说明天我五十啊 你们来啊 这个时候我就要走了 啊 结果所有的弟子 全部回到这个 试验的时候 发觉啊 他的师父 啊 真的走了 但是问起来啊 就是同一个时间 都是自己的师父到弟子的家去 啊 会面那一个时间 每一个弟子通通都见到自己的师父 同一个时间 不同的地点 每一个弟子都看到自己的师父 说来告诉他他他要走了 哇 这个弟子心中就会产生一种感觉 哇 自己的师父很了不起 他既然同一个时间啊 出现在很多不同的地点 所以这个就是分身 这个是属于分身 啊 这个就是属于分身的 那么其实分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啊 我们了解这个分身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呢 一个人只有一个零分 那怎么会分出那么多个 而且又分出他的身形 怎么一回事 以前的师父啊 有告诉我 是两种 有两种 两种 以前的一个 一个师父是这样子告诉我 他说这个分身的问题啊 是这样子的 好像是说每一个十庙啊 每一个寺庙 现在你知道这个分身的问题啊 佛教的国家 甚至有信佛的国家 东方的国家 很多观音庙 那么当然有很多的观世音菩萨 一个观音庙 当然有一尊观 可能还不止一尊哦 像我们现在雷藏寺里面的观音 不知道有多少尊 同样都是观音的 大大小小的观音 像以前我在台湾的这个 台湾的家里面啊 供的这个土地菩萨 就有七八尊 因为都是人家不要 我全部给他收集过来 哇排的一排都是土地公 那么到底是哪一尊才是真的呢 土地公庙有很多啊 可见土地公也很多啊 观音庙也很多啊 那可见观音也很多啊 那么哪一尊才是正生 哪一尊是分身 那么曾经有师父这样子告诉我 他说所谓分身的道理啊 是观世音菩萨本身呢 在这个南海普陀洛家山啊 那里他是 他说这个南海观音呢 是正生 那么他在那边呢 开一个这个好像是说这个 呃 训练班 他开个训练班 那么所有的这个女性啊 这个Lady本身修养有观音心性的 好观音心性的 这个焚神啊 好像延吉以后啊 他就把他用召集啊 用召焚攀攀 把他全部召来 集中在那个训练班里面 然后就给他教导这个佛法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这些佛法 教导他们 成绩毕业及格以后 昏花到世界各地的观音庙 去做分身观世音菩萨 哈哈哈 这是一个说法啊 你们听了 你们就知道 那个师父跟我讲是这样子讲 好像是说这个 他本身是正生的 南海普陀洛加山观世音菩萨 是正生的观世音菩萨 他开一个信念手 这用召魂攀攀 所有的这些这个女性的这个有观音心性的 集中受性 受性完分配他们到各个这个观音庙去当分身观世音菩萨 这是一个师父这样子跟我说的 他所谓分身就是这个道理 我想 你看看这个所有第一处分身地藏菩萨 可能就是正生的 地藏菩萨召集所有有地藏生性的 这个 这个 这些修行人 集合起来给他study 给他test 啊 然后 及格了 分派你去 你到南胆部州 高雄 嘉义啦 嘉义有地藏安 嘉义地藏安 去那里做分身地藏菩萨 在那边 你假如一般的 家庭里面也供地藏菩萨的 他就是派一个 你去那里 你到这个 啊 美国 美国西部 啊 这个西雅头 雷藏寺 去当地藏菩萨 你就来了 你就坐在那里 嘿嘿 这个也是分身地藏菩萨 就是这样子的 啊 那个师父讲的 你脑筋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呢 假如是这样的话 每一个地藏菩萨 虽然有地藏心性 但是不同一个人 对不对 就不同一个了 就不同一个原来的 就是他本身是地藏菩萨的心性 所以就是分身地藏菩萨 这是第一个讲法 这是第一个讲法 我遇到那个师父啊 他这个讲 那么另外呢 有一个师父讲 不是这样子的 另外一个师父是怎么讲的 另外一个师父是这样子讲 他说啊 这个地藏王菩萨的正身 他修行的时候啊 密教里面有教你怎么修的 他师以 呼出去就是充满整个宜咒的 吸进来就是合而为一的 他密教里也教你练分身法 就是你呼出一口气的时候啊 你有你的鼻子的端 以为成数 偏不整个宜咒 然后当你吸进来的时候 又以为 把所有的围成分身 全部吸进来 合而为一的 另外呢 还要用自己本身的气 跟咒语 跟意念 三则合一 去加持这个分身 使你的分身能够坚固 密教里有这个方法 依照这样子修炼了以后呢 你的另外一个分身 假如能够坚固的话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身外发身 这是一个密教修行的 其中在密中道次第广论里面 我有提到这个分身如何去修的 以自己彼端的为成 发放于整个宜咒 然后用自己的力量 用自己的气 意念 咒语 然后去给它加持 加持这个分身 让分身能够坚固 当你吸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分身 全部集中在你身上 呼的时候 就把分身 昏布于整个宜咒之间 依照这样子休息久久 你就能够得到分身术 能够身外发身 这个是一个方法 这是第二个讲的 这个另外一个师父讲的 这个就是表示同一个心 同一个心同一个身 大家知道这个西游记里面的孙行者 孙悟空 他拔下他身上的这个毛 吹一口气 哇 千千万万的猴子都出来 每一个猴子都是拿着他的这个 这个如意棒 每一个猴子都拿着他的如意棒 而且都能够做事 他们做的时候收回来 咻 就收在手上 放在自己身上 又收回来 其他这个方法 孙悟空的方法 跟我们密教里面的 身外发身的这个修炼呢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是当然了 这里面了这个修 学这个分身了 也一样有可觉 我想将来 师尊要走的时候 也来表演一套这个神术 这个神通的这个力量 假如有一天 这个有些人 他们对这个如圣燕不满 觉得他这个人 太骄傲 狂气 这个词才傲武 性质太刚直 要给他批判一欢 那我在他的面前 他可能也要骂我的 那这个时候啊 我就把两只手 一招斩 两只手一招斩 跑从这个我的腋下 从我这个腋下 跑出十几个如圣燕 把他团团围住 把这个人要骂这个人 团团围住 让他不知道要骂哪一个 他说这个也是如圣燕 后面这个也是如圣燕 左面也如圣燕 右面也如圣燕 十几个如圣燕 那到底要骂哪一个 哪一个是真的啊 你要指这个骂呢 后面那个讲说我才是真的 你要指后面这个骂呢 这左边这个讲我才是真的 你要指这个右边这个骂呢 左边这个骂呢 这个左边这个 右边这个讲我才是真的 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这个骂就很难骂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目标啊 一多了 他就没有办法骂了 十几个都是如圣燕 怎么怎么去骂 怎么如何骂起 到底要指哪一个骂 那这个也是分身 这个也是分身法 那么收起来就是一个 放出去就是 数也数不清 他这里面的地藏经讲的 分身集会品 有多少地藏菩萨 数都数不清 百千万亿不可思 不可疑不可量不可说 所有地义处分身地藏菩萨 这个实在是太多了 这两个师父教的方法不一样 一个讲说 这个是正身 召集所有的 来给他训练 让他有这个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特性 然后分配到世界各地的观音庙 去当观世音菩萨 那么一个是讲说 观世音菩萨本身修炼 正身啊 然后放一道光 那里就来一个分身观世音菩萨 放一道光到那里 那里就来一个观世音菩萨 放一道光到那里 那里就是一个观世音菩萨 这个就是他的分身 这是两个师父所讲的不同 你们用自己的这个 这个 head 用自己的head去想一想 哪个才是真的 哪一个师父讲的才是对的 我也不讲 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对 因为两个 我认为两个分身 师父讲的都是 可以的 应该都是可以 以前有人啊 到了这个西雅图雷藏寺来看 然后拜地藏王菩萨 拜完说 哎 你们的地藏菩萨 是 Goliyah Goliyah people 是韩国人 他说 你们西雅图雷藏寺的地藏王菩萨 是韩国人 那我心理上也是这样子讲 为什么呢 这样子在想 为什么Goliyah people 会到西雅图雷藏寺来当我们的地藏菩萨呢 那他听不懂我们在偷偷念吗 对不对 他是Goliyah Goliyah是讲Goliyah language 他English 他说不定他也不懂 我们这边很多西雅图雷藏寺的都是讲华语 讲这个广东话 华语广东话台语 这三个语言 应该要分配啊 要正确一点 你派个Goliyah来 对不对 我们又不是Goliyah people 怎么搞的 这个就不不不相应了嘛 你派个Goliyah来 我们讲了半天 要怎么讲啊 我们只能够讲那一句 Kamsa Mida 天天在讲Kamsa Mida Kamsa Mida 就是谢谢 我们不能天天讲Kamsa Mida 对不对 我只会一句Kamsa Mida 其他的我通通不会 他就讲说那一尊是这个韩国人来当的 他这个观念就是分身 就是讲这个训练手 不过在台湾啊 很简单的 那个伏击的 伏击比的 伏击比那个伏击的 他讲某某城隍 登坛 登坛 写思 这个某某地方的观世音菩萨 姓白 登坛写思 这是属于信念手的 因为观世音菩萨姓 姓什么呢 这个很难讲很难说的 他那个一本的这个基文显示出来的 放开来看 这个好像是西雅图雷葬寺 是观世音菩萨登坛 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姓白 那么 再翻过来 诶 这个是这个台东 观音庙 这个姓邓的观世音菩萨上台 诶 那里有姓邓有姓白 有姓什么 就是也有姓也有名的 他也要讲述 他过去是怎么样子 怎么样子的 过去生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现在已经成为观世音菩萨了 这个就是属于信念手的 这就是信念手 所以到底呀 是信念手的对呢 还是正身的观世音菩萨直接放光分灵 到这个 到各个地方去当分身的这个观世音菩萨 这个大家可以用脑筋想一想 那么他这边也提到 这个 由于地藏菩萨的教化 不只是地藏王菩萨的分身 到了道立天宫 还有他所有教化的这些众生 也到了道立天宫 全部到了道立天宫 也就是等于地藏菩萨的建属 都到了道立天宫 那么到了这个道立天宫呢 他就是这些来的通通共持香法 香就是妙香 法就是妙法 就是最好的花 最好的这个有味的这些香 都是很好的贡品 那么来供养佛 这个佛典里面所提到啊 这个供养大部分都是以香法为多 都是以香法为多 我们这个像我们台湾人呢 去拜祖先 都是用这个五碗七碗 整碗那呢 摆上去 鸡啦 柵啦 肉鸡啦 菜料啦 拐很多然后菜碗 拐到整个 就是祭祖 或者到河墓去拜也是这样子 到墓地去拜也是很多 显现我们中国人是吃的亡国 我们拜托这个他们老外 老外倒是比较符合于这个好像是佛典 他们去到那里绝对不会去买一个这个 Sandowich 这汉堡 在这个Burger King的那个大汉堡 就拿去去拜他祖先就给他摆在他面前说 请你吃汉堡 请你吃什么 他们没有这样 大部分我们到西方人的这个坟场去看 他们都是买一些花 就是花插在这个 插在地上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 你看他们去来供养佛的时候 都是拿的是香跟佛 佛就是花了 都来这样子供佛 所有的来的这些建树 都是因为地藏菩萨教化 他们永不退转以 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三妙三菩提 这个 这里面呢 这个 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就是 无上正等正觉 翻过来的 凡文呢 就叫做 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其实是 无上正等正觉 什么是无上呢 无上就是没有比这个再再更高的了 就无上 这个觉悟的这种境界没有比这个再更高的 正等正觉啊可以这样子讲 是正等就是无偏不偏不偏的正等正觉呢也可以这样讲是圆满的无邪的 这个无过的没有过失的 觉 这个正等正觉就是没有比这个再更上面的一种觉悟可以讲是最严满的真理 最严满的一个真理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 无偏 那无确 无过 无邪 都是属于正等正觉 都是正等正觉 那么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就没有比这个再更严满的了 完全已经没有缺点 没有过失 他们这些完全也都是不退转 到了那个境界以后 他们本身就不退转 这个是一般来讲 真理是很难解释的 真理是很难解释的 所以这个老子本身说讲道可道非可道 他明可明非 非常明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真正的真理你不能讲的 真理 真理你根本没有不可说 不可说 讲不出来 无上的 没有比这个再更上 所以 所以禅宗有所谓的 无门关 天底下哪有比无更大的 无是最大的 凡是有 有形有相 都是属于还是偏的 你只要是拿出来的东西 都还是渺小的 只有拿不出来的这个东西 不可以去讲论的这个东西 才是 严满的 跟无穷尽 所以禅宗里面讲个 无智 无门关 你要参透这个无门关 你就能够直接入这个禅 你不了解这个无智的话 那很难 很难入这个禅门 无日关本身的这个伟大是在这里 所以禅宗是参一个无智 那么无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无上嘛 无上 没有比这个无在更高的啦 你说宜宗是什么 宜宗是一个无嘛 它根本没有边际嘛 无边际 没有实相嘛 无实相 你看时间也是无止境 空间一样是无止境 你要参透这个无字啊 才能够跟宜宗的意识合一 那佛讲空啊 禅讲无啊 老子本身来讲也是讲无的 老子的思想本身也是讲无的 那么你能够从这里去领会分身 其实耶稣 其实耶稣基督啊 他在灵中的时候 他也表演了 他也秀了 他也事实上也秀了 有没有 他耶稣死了三天以后啊 那有一个妇人就是到他的坟地去准备去礼拜他嘛 他看哎 那个木门的这个石头移开了 里面呢一进去里面一看哇 他剩下这个剩下那个包死蹄 剩下那个包死蹄 他们那个那边的人啊 就是这个死蹄啊 都是用这个布啊给他缠起来的 剩下那些布放在那里 耶稣本身人不见了 没有了 他以为这个死蹄被人家偷走了 对不对 他怎么不见了呢 怎么死 这个包的这个布都没有了呢 那这个就是他死后三天复佛 死后三天复佛 他也是秀 他也是秀了一下子 表演了 表演他的神通 死了 丁死了 埋葬了 三天以后 死蹄不见了 下次啊 等师尊以后埋葬以后 你们把我偷走 我要秀一下 哎 你没看哎 没有了 你们这个人不见 耶稣 但是耶稣他也出现在别的地方 给人家看了 他也有他的信徒在路上走 突然间耶稣出现在他 他身边呢 跟他谈话 谈了一路走走好远 啊 跟他谈 这样子 啊 大家才知道哦 他有他也是父佛 这个都是很神明的事啊 不过身外发生呢 是另外不同 这个佛 这个佛教里面所谈到的 分身集会瓶 你想想看 地藏菩萨有很多分身的 所有的佛菩萨也一样都有分身的 很多的分身的 我讲的这个莲花童子 大白莲花童子 马哈双连池 还一样有大白莲花童子 在哪里 沙伯世界也一样有大白莲花童子 他白莲花童子 还有好 好多个 还有这个数不尽 这个千啊 这个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疑不可量不可说 无量大白莲花童子 一样有有很多的 不是只有我一个 很多分身的 这个合起来是一个 分开来是不可说的 这样子的 所以这一瓶也是很 很奥妙 很奇妙的 好 今天就谈到这里 我们在你们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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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